在上一期课呢 我们学习了关于长梦的这个分析伴奏 那么这期课我们来讲解一下 常用小弦节奏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小弦呢 这个宣泄我们的情感 一种歌如果只是分析的话 尤其是我们组歌和速歌对比 比较成业的时候呢 全部用分析就不要考虑起来 所有歌的情绪了 所以呢 一般就会用到 前面可能就是分析 后面呢 可能就是小弦 那么这个呢 也是经常会用到的调路 那小弦的节奏 它是生命外话的 中节呢 也同样 如果我们一一给大家写出来的话 那样是实际不完的 因为随便都可以做很多的调片 好 那我们直接给大家 做出这些举例来 然后更多的变化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自己的想象 去做一些广点 那请大家翻开我们书籍当中的这一个 也同样的 我们每一个小弦能够说 不同的小弦节奏性 那我们练习早弦呢 还有一点真正的 哦 就是说 我们要从最基本的节奏开始 好 然后一个小弦呢 然后我们要先来用手的拍子 让我们能不能把它的节拍打出来 然后是拍出来 可以记住它拍子的节奏感觉 然后我们放去配置 要不介绍我们的双脚 flipped 比如我们第一个节奏用的vid 好 它的节奏性是 完了 嗯 法 那么我们关穿双脚 错的话就是 小小小小小小 ax 然后大家可以有时间 新线的用做我们的乐乐兴适 然后我们 Okay 可以先进食物上起一个大学 she アオ、 LAN アオ、 St of Art 好 Danno 新做 있� Learn 一个节奏 那我们呢 现在出来以后 重新设备 那我们要去我们的是一个星 下来再留意 好 那几个呢 就是从第一小节 那当我们做梦政 去练习的话 就比较好 如果 Е生坦 转到它一开始 那就顾历自己出事的话 那也不知道 只要直接看到是对,我不会,这个是我们第一小节的感觉 要记住,我们小鞋的时候一般都是4个鞋,4、3、2、1左右 当然都是绝对,也不是唯一,4、3、2、1鞋左右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小节,往前往3号的节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搜集当中的第二小节 好,现在我们用上下手再拽下 下来拽下,下来拽下,下来拽下拽,下来拽下拽 好了,现在呢我们也来试一下把鞋筋 cena. 那么对 résult,我的知道吗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這次我們掃成了它也有長路規律 好,我們要記住,那這樣子呢,才會有一些純粹感 如果我們掃的一五圈都是一樣的,那也就不好聽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我們的第三小節 我們也現在趕快下來了,記住 好,然後我們看上下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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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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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麼第三,我們的話也是很常用到的 好,我們再讓它多練習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第一行排的第四小節 好,這個呢,是非常常用的 它也會稱之為民謠的一個遠古節奏 那像我們最早期的一些歌曲童年 好,都會用到蘋果 對四這樣的當作 好,那這個當作呢,大家可以先看到我們第四小節的一個成果 它有三個像 那其實兩個呢,有一個擴畫擴住的 好,大家都知道這個擴畫吧 我們先做年齡和 那也就是說我們後面的那個像呢 是不能再去掃一下吧 它是延長過去的 好,它一共站了兩個半排 好,我們一塊兒來掃上的成果 好,我們一塊兒來掃上的成果 好,我們下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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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先往一塊兒來掃進一下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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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第四小節 我們呢,要多去體會進龍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我們第二 我們排的第二小節 好,這個呢,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就是我們之前在學習過的基因 基因呢,是它的進龍上能大的一個小圓點 好,那這個呢,就是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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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看到第二橫排的第二小節 這個呢,也是最常用的 類似於可以分析跟慢速節奏 使用一些有新歌曲速度不快 也不需要分立即的促現 好,那我們一塊兒來放下下下下節奏 好,那我們一塊兒來放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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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第二橫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我們第二橫排的第三小節 好,我們也先來打一下跟節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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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然後我們進行為把它操心轉的節奏 ~~ ~~ …… 下 或者我們可以先 嗯 好 那麼這就是我們剖 Advil 統統的商場內心 如果大家把技術擊根拌完之後呢 不用把線 范芋疙瘩 großax pursued 那可能都能从这个大组里面找到一种四个大的弹性 然后你在谈的话你都会觉得你找到了这些分析的话 小弦的节奏型然后很多歌曲它都会变得很容易 那一旦我们上节奏和进行的内容节奏起来 然后一种歌曲你可以把它的前面找一段比较新的分析 后面找一段比较适合的小弦 然后编配起来搭配起来的话那样子就很容易了 那关于我们的编配方法还是其实就是我们说过的 它没有对不错也没有绝对只有好听和舒服 也没有说去想去别人觉得它是不是舒服 只要你觉得舒服就ok 因为这个呢我们需要看个人的理解 就算很多的其他发型还有每一个成名的歌手也好 它们对音乐的作品的意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喜欢 都是永远喜欢的群体 当然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的 那我们的其他也是一样 那其他歌曲我们觉得就是要这样子弹才好听 那你看到自己的方式怎么办 很久就可以了 那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学到这里 点中文字幕就是开中文字幕之一 ං中文字幕之一 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